第399章 独白进阶 就在这时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那些已经开始朝着冷色系转化的暖色大花 突然像是青春重现一般 暖意重新绽放 散发的红色光韵甚至比先前更加浓郁 身体的舒适感令四人下意识地停了下来 紧接着 一个熟悉的声音就已经在他们耳边响起 我回来了 一道身影飘然落在四人身边 可不正是唐三吗 武兵纪四人顿时大喜过望 独白更是一下就冲到了唐三身边 你总算是回来了 真是急死我们了 你没事吧 他一边说着 一边上下打量着唐三 唐三看上去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 但拥有天狐变的独白 隐约从他身上感受到了些什么 独白眼中的唐三 似乎变得有些虚无缥缈 气质多了几分超然 唐三看了一眼远方微不可见的出口光柱 道 我们一边走一边说 时间不多了 武兵纪点头 道 那我还是用 唐三打断他道 不用 大师兄 你们就跟随在我身边就行 唐三一边说着 一边用右手揽住独白的肩膀 独白刚要说什么 猛然感觉到一股奇异的能量 汹涌地钻入自己体内 令他整个人都有种说不出的舒适感 体内的血液似乎在升温 像是在熨烫着他体内的每一个细胞 令他不禁 嗯 离一声 白色的三尾天壶虚影 随之从独白头顶浮现而出 三条长尾在半空中轻轻地摇曳 整个天壶虚影都散发出柔和的光运 并且光运明显在变强 唐三的灵犀天眼 已经提升到了七阶巅峰的程度 虽然到不了八阶 但他吸取了大量来自天堂花园的幸运之力 这些幸运之力能够帮他提升 自然对独白的天壶变血脉也是大有好处的 此时 唐三正是将自己储存在体内的来自天堂花园的幸运之力 灌注给独白 这虽然会让唐三自身的灵犀天眼能力略有下降 但对独白的帮助无疑是巨大的 正所谓喝水不忘挖井人 没有独白 唐三也无法得到天壶变这么强大的力量 而且 就算他不将这些幸运之力给独白 因为离开了天堂花园 这些幸运之力也会溢散一部分 幸运之力奔涌 灵犀天眼的黑白双色烙印 在唐三丹田中剧烈地旋转起来 周围的花朵顿时出现了奇异的颜色变化 忽而蓝色 忽而红色 但哪怕花朵变成冷色花的时候 也并没有攻击他们的意思 白光骤然变得明亮 第四条尾巴赫然从独白头顶的天壶背后钻出 在空中摇曳 在唐三强行给独白注入幸运之力之后 独白的天壶变境界 被应声声地提升到了七阶四尾天壶的程度 独白的身形仿佛都挺拔了许多 一双眼眸变得明亮而澄澈 双眸之中分别闪烁着黑与白的光芒 如果说 六阶的天壶便是能感受到厄运的存在 幸运与厄运相生相符 那么 七阶的四尾天壶 就真正开始全面地掌控这两种力量 以及调和看似虚无缥缈 却又无处不在的能量 进入四尾开始 天壶族就已经初步拥有了自保的能力 而不是纯粹地控制气韵了 小唐 你这是 唐三指了指远处出口的方向 带着众人一起出发 一边快速行进 一边向伙伴们说道 在这地域花园深处 还有一处天堂花园 守护着那的花朵都是九阶层次的 我很幸运 进入了天堂花园之中 天堂花园内拥有着非常庞大的气韵之力 我带出来一些 就都传给你了 而且 在那里我获得了一些机缘 似乎能够运用一种奇特的力量 影响地域花园内的花朵 让它们不攻击我 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 她简单地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没有详细说 因为有些东西 她也解释不清楚 幸好晶晶现在化为烙印 在她体内沉睡 否则的话 单是解释晶晶的来历 就很麻烦了 出去一趟 多个女儿该怎么解释 按照之前和灵溪商会之间的计划 唐三 他们要在出口等待机会 这次参加团战的其中一支队伍 收了商队的好处 将会为他们扫平障碍 然后再为他们换上另一组人的号牌 因此 在离开之后 唐三他们相当于是改变了身份 顶替的这一组来历简单 没有背景 这操作说起来简单 但如果没有灵溪商会强大的财力 根本不可能做 因为唐三他们和那位法真大师的关系 确实有足够的利用价值 才值得灵溪商会这么做 只是现在他们耽误了许多时间 也不知道出口那边是什么情况 唐三原本的计划 是打算趁着这次机会 多猎杀一些参与团战的妖怪族强者 从中选择一下看看 有没有适合自己的血脉 但没想到 因为发现天堂花园 他们耽误了太多的时间 而且 他本来也只是打算增加一个烙印 留一个空位的 而那个附加能力的烙印位置 现在却被晶晶占据了 他也尝试着引动精所在位置的烙印 看看这水晶弹中孵化出来的小姑娘 是不是能够像他其他烙印那样 给他提供能力 但是不行 晶晶沉睡在那里 实际上却没有任何动静 和其他烙印也都截然不同 唐三也不敢强行引动 就只能先这样了 唐三没有告诉伙伴们的事 他已经隐约探查到了 地狱花园的核心机密 而这核心机密 是关系到整个妖精大陆的 以他现在的实力 一旦被妖怪族 精怪族的顶级强者 发现他获取了秘密 那十个他都不够死的 所以 他们离开这里的时候 一定要低调在低调 才是最好的选择 而这片地狱天堂 接在人间的花园 已经让唐三想起了无数的可能 看着周围的冷色花 在他们经过的时候 自然而然地变成暖色 传递给他们的 只有温暖和丰沛的自然之力 众人脸上都不禁露出了震撼之色 这个本来充满了危险的世界 似乎真的已经成为唐三的花园 你不是成了这里的主人了吧 独白忍不住说道 唐三向他比了个晋升的手势 道 记住 出去之后 有关我现在的情况 跟谁都不要说 只有我们几个知道 这地狱花园 很可能涉及祖庭的大秘密 我现在还只是猜测 绝不能让人知道 我们深入到那个位置 武兵记点点头 道 唐三 你也不要告诉我们 你遇到了什么 什么都不要说了 我们真的不知道 自然就不怕泄露出去 等有一天你觉得 我们需要知道的时候 再告诉我们也不迟 唐三看向大师兄 从他的眼中 唐三看到的是信任 绝对的信任 作者 唐家三少